關於高姓被告等人詐領助理份一樣 甲官偵查終結 認為高姓被告有市民助理 均涉犯貪汙治罪條例 利用植物商機會詐欺財務罪 及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依法提起公訴 本案量刑意見說明如下 甲官建請法院審酌 高姓被告擁有傲人的學歷經歷 每月領有立委薪資19萬餘月 及問證費用7萬餘元 個人財力豐厚 竟分毫不用上開問證費用 反而壓榨其下屬助理 配合共同虛報或服報助理薪資及加班費 向立法院榨取人事費 留用於委員辦公室及其私人支出 主任高姓被告公私不分貪圖小例 為支應其他開銷和操控助理薪資 榨取助理費 且犯後態度不佳 又謝責給助理 請法院妥餘量刑 並宣告此國公權 報導 主題